請教部長 許委員好 部長我請教你 貴部 誰在研究 中國的外交 以及中國的 共產黨的 政局 哪個部門 你們最新的主題是什麼 我們部裡面當然對大陸情況 比較熟悉的 當然主要還是研社會 如果在APE的業務相關的話 是由國主司在負責 我是不是請 我們借執行長在這邊 我是不是請他跟委員 委員好 那你有沒有發現到 以這個歐美 為主 對習近平的政權 有新的 一個 不同的 或者說 講明確 具體一點就是 中共政權 有崩潰的可能 類似的 這個研究 或是 這個報告 你們掌握的情況如何 報告委員 我們看過各種各樣的報告 這一類的報告 剛剛委員遇到 我面看過 那像這樣的論調 對 說辭喔 跟以前比較起來 有什麼 不同 我跟委員報告 指大量啊 等等啊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 中國大陸 習近平上台以後啊 他這個反貪腐的動作啊 是比較的 力度比較大 打擊的範圍啊 層次也比較高 然後他的這個 整個的貫穿性也比較強 所以有一些海外的學者 認為他這樣子的作風 可能長時期的話 會危害到他自己政權 本身的安危 所以有這個觀點 就是剛剛提到委員 剛剛那個看法 那你們的研究呢 我們對中國大陸 是一個比較全面的 而且我們外交部 對中國大陸研究 主要是在他國際 這個對外關係的作為上 以及他跟這個國際 國際社會的互動 以及跟大國 跟世界各國的交往的情況 所以當然我們也連帶 也會觀察他內政的發展 在這個十天前 3月6號 這個美國華爾街日報 登了一個David Sambol 有一篇文章 他提出的五點跡象 認為中共政權的脆弱 跟制度的弱點 會讓他頻寧崩潰 那這五點是什麼 這五種跡象是什麼 很抱歉 你像的指標 這個五點跡象 我這個文章我沒有 個人沒有閱讀 好 這邊參考一下 第一個 中國的財經精英計畫移民 這不是從他開始講的 福任報告 福任報告你知道嗎 我知道 他說中國有八成的富豪 好 準備把子女送出中國 八成 好 然後第二個是文化 媒體的封鎖 文化跟媒體的封鎖 這個後果會如何 短暫的作用 會付出長期不可替代的 這個代價 第三個是吸甲的行為 作假 作假 這個長期 長期在發表文章 批評中國的經濟成長數字 作假的 是哪一位寫者 MIT的 對不起 這個我不太清楚 沙樓 沙樓 沙頭 沙樓 對 他說他的GDP高估都是 在15%上下 甚至20% 高估 作假 尤其地方 因為他們進行的GDP競賽 讓各地方政府 進行GDP的競賽 成長競賽 那如果如同他們成長競賽 那麼成功的話 他 二線三線的城市 不會說停滯在那邊 因為 有幾個 有幾個城市是上來的 沒有錯 對不對 廈門 全安 全安的污染 你看多嚴重 北京污染多嚴重 窮頂之下 你看污染多重 再來是 君子的貪腐問題 這個大家都知道 他們 政黨沒有輪替 但是貪腐輪替 這一幫 這一派 政府 貪腐在輪替 每輪替一次 他的資金往哪裡跑 就會 跟結果 性質就要產生變化 對不對 為什麼 澳門最近賭藏 生意不好 賭藏就是洗錢中心 所以 新勢力 就會開闢 新的 貪腐 的資金 出入管道 跟據點 它會形成新的系統網絡 它怎麼可能清呢 你可以觀察 如果這個習近平的 有關係的 新的 這些 資金 據點管道 沒有建立的話 那不是他政權不穩 就是他真的 所謂的 避解封簽 可能嗎 再來 第五點 是什麼 貪腐 第五點是什麼 最後 是中國經濟的隱憂 現在中國看不起台灣的經濟 李克強 你看 那麼高調 對不對 對台灣提出警告 好好配合我的政治 要求 你才有經濟發展的 空間 他好像是這樣講的 但是他私下怎麼做 你們說 私下怎麼做 跟講的光好不一樣 他沒有台灣台商繼續救他 他會完蛋 所以他是選好的 私下籠落 我發現 一年前說 中國已經沒有希望了 我不去了 包括不少上市公司 今年我碰到他 他說還是要去 他們私下 已經幫我們解決很多 以前我們認為 不可能解決的問題 好的他要留著 他把台灣進步了 還要再拉過去 他要靠台灣 他們變成 他中國經濟的育成中心 育成以後 到那邊去量 大量繁殖 扩產 量產 那我們外交怎麼使用啊 我跟委員報告 他用我們的雞蛋 我們雞蛋裡面就跟他印上台灣 讓他吃毒以後中台灣毒 你不會啊 你剛剛講的這些問題 其實我們有注意到 最近這個Richard Armitage來的時候 市長也有交換意見 北美市也有做一些分析 當然他點出一些大陸的這些問題 這些問題 有些是根深蒂固 有些是持續在發酵 但我們會來關注 因為對外交部來講 空話的一般漫談 我們就不講了 金門 現在中國需要金門 已經登陸了金門 資金登陸金門 中國人富豪的時候也深入金門 金門給他帶來什麼好處 對他最大的好處是什麼 以後金門你可以看到的 跟人口不成比例的行業是什麼 你說對金門現在的發展 對啊 現在啊 金門的部分 因為事實上我並沒有太深入的了解 你怎麼可以不深入了解呢 建議主席 國防部 問一問 陸委會 問一問 陸委會我想他們會比較清楚 對中國來講 對兩岸關係來講 新的價值意義 轉捩點是什麼 他不會吃掉你的啦 他要金門啊 很近啊 金門變成他們有錢人疾病 醫院的這個東西 蓋醫院的診所也很多 現在台灣醫生很多人說來金門開診所 金門現場跟我講說金門酒可以提高免疫力 還防SARS 對不對 但是呢 台灣的醫生拼命要去金門開診所 所以你看 所有的建植物啊 裡面一定有提供診所開業的空間 我頂下去 先我便宜 頂三號 泡沫通 為什麼 窮頂之下 東亞病夫 系統性 全面性的危機出現了 腎臟病 肝病 台灣也是變成腎臟病變成國病啊 那他們呢 更快 因為他們吃這個 吃這個素食麵的 什麼麵的 便利麵 方便麵 方便麵 比我們人口更多 形勢在改變 不見得 對我們不利 甚至我們機會來了 就像這個李大維 評論CIA 1991年專家就提出說思念會解體 你們就不相信 那現在說中共政權搖搖易墜 可能會內亂 那萬一內亂呢 我們不要變成他內亂的犧牲品 跟他撇葬 這要小心 我們機會來了 但是不懂得抓住機會 就會變成災難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 謝謝 好 下一位請 蔡英文